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大師答問環節 第一條,課金問題 我先讀出來 大師,全城熱爆,你知道蔡天鳳的出生背景嗎? 我認為此事很奇怪,首先他聲稱自己出生富貴 但是富家子弟必有一個非平民的朋友圈 他的圈子如何結識前夫者類家境,又周圍欠債的平民男子呢? 難度富二代的父母不予 我想我們逐個來吧 好啊 不然你沒辦法回答得到 第一,什麼是富家子弟 這個世界上很難敬意 因為有些人覺得,我認識一個女生,挺漂亮的 她說她挺漂亮的,讀書記 她就入讀了香港科技大學 她一入讀了她就知道錯了 為什麼呢? 她說,一個男子跟她說 你住私樓這麼有錢嗎? 這也是很常見的現象,科大 因為她是女兒,她應該入香港 香港也有些有錢,但科大完全沒有 科大、中大完全沒有有錢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會是這樣的狀況 究竟什麼叫有錢呢? 你家裡有一千萬身家 一身家,十一身家,一百身家 其實有幾千萬身家 和普通人相差不太遠 很難,現在香港也挺close的 一間樓也幾千萬 所以你什麼叫平民 我覺得這是一個定義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但是他們讀C.L.Rogers的 所以這不是這麼貴族的角色 不是讀角色 很多人都中產階級 等於我年輕的時候 我讀書的時候,我當時覺得很奇怪 第一次我發現 原來那個人住公屋都是我的讀書 去外國讀書 是,我很小時候 我現在就很普遍的事 所以我覺得去外國讀書有錢 尤其是公屋都可以 所以去外國讀書 我想都比香港在香港讀國際學校便便宜 就算是淡仔也不是 淡仔也不是OK 算是中等 也不是說認真有錢 好了,你回答他 他的圈子又怎麼會結識到 前夫這類家境背景 又到處欠債的平民男孩子呢 第一就是他們同學 是呀,他們是中學同學 是呀,就是國際學校 前夫也是讀國際學校的 不是,他們是同學 是同一間學校 理所當然 是一定認識的 好了,第二條 難道富二代的父母 不會注意女兒的朋友圈? 竟不阻止他們結婚 當時他們更未成年 他們父母會因然接手? 大一套 是啊 朋友圈大一套也沒辦法 你都要噓 何況他們不是真的有錢 你以為那些真是很有錢 你不要以為那些是很有錢 那些在我們心目中實上都沒有錢 是 首先你的答案就是 其實他們不是這麼有錢 不是很多人 幾千萬就算了 就算有幾千萬 可能還沒有 是啊 還沒有 另外他繼續問 據說前夫欠很多街數 部分銀行通緝的 亦不過欠十多萬 以他前夫個性 沒有要求 女事主幾千萬 單位也肯買 如果真的關顧他 為什麼不幫忙填數呢? 我想不是真的會很想 你不知道他們的數是怎麼來的 是啊 你不知道他們的數是怎麼來的 根本我們就不知道那些數 現在我們都是聽的 你怎麼知道發生什麼事 人說你就是說 好了還有 此人行年二十八 已經又結婚又離婚 子女更生四個 圈中物有是方門這類網紅 沒有出國讀書紀錄 認識朋友也不算高尚 要比較 大師認識的朋友圈 比他更像富二代 我很懷疑 此人的背景是吹水出來美化死者 也有可能是父母後來經商 或嫁譚仔之後才變得富有 卻推不掉平民出身 才會跟前夫打上關係 如果大師向富貴朋友打聽 蔡天鋒真實出身背景 會更有意思 會更爆和更可順 第一就是有些富貴朋友 是不需要蔡天鋒 所以沒有辦法打定他 打定他的狀況 剛剛你不會知道 你不知道他是究竟 我們沒有辦法能夠知道 他是什麼人 你如果是富的朋友 他更加完全是不入樓 所以你不是讀那堆學校 你沒有辦法 或者可能你在美國讀 Cornel、Cambridge、Oxford 那堆你不去外國 基本上你又不是讀Island 又不是讀什麼 基本上你沒有辦法能夠知道 完全是 完全沒有辦法能夠知道他們的 那就是 我想我認為認識的朋友圈 比他更加像富二代 技師就是 他在我心目中 他不是富二代 認真說 你有沒有打聽過 我們說了一百萬次 有熟人是和他同學 但問題是 你的同學都未必知道 他一定出身 都未必知道他出身 但我可以肯定他不是富二代 這個不用解釋 在我心目中 富二代他不是那個level的人 他不是富二代的level 即是說 那個level 富二代的level 他們全部互相認識 他無論老母是認識的 他不是老母是認識的 他不是老母是認識的 我都曾經嘗試打聽過 向那些富二代 我也認識一兩個人 他們真的未聽過 他聽過這個人是一個亡朋友 但他就未聽過 他們互相認識的 隔一重就認識的 不是就不是的 是互相認識的 我們的朋友是全部互相認識的 最多都是誰認識誰 沒有不認識的 就是這麼簡單 是的 所以這件事都非常清楚 他根本就不是富二代 或者不是你現在看到 社交媒體描述的階層和身家 是的 我想就很清楚了 好嗎 沒錯 好了 下一條就是我的 有人問 常公子為何一直偏幫姜濤 難道身為一個偶像歌手 你唱好些歌是過份嗎 每次都總有 身體不適 最可恨的 最可恨的 有很多仗里的一班 蠻粉橫死賊 好 第一我先回答 我沒有偏光姜濤 我什麼時候說過偏光姜濤 你沒有說過偏光姜濤 你覺得偏光姜濤 我就覺得可以接受 他很紅 亦都很受人歡迎 真的有幫人撐他 難道身為一個偶像歌手 唱歌好些是過份 他最近自己都自討苦吃 即是那次 手手手 其實都真的自討苦吃 即是你不覺得自己是橫粉 我不是他的粉 我甚至基本上 我沒有聽過他 完全唱一首歌 自己的軟件 我只不過是說 香港有一個偶像出來 都不錯 賺到錢 是不是 有人支持 現在 每次都藉口身體不適 他最近很多時候都身體不適 但是好像都 開始都出來了 最可恨的 有很多像你一樣的 盲粉死撐 第一我不是盲粉 我連一首歌都沒有聽過 我不是盲粉 第二 你說是否有幫盲粉死撐 就真的有幫盲粉死撐 但你不是盲粉死撐 你也不認識死撐 我沒有死撐 我只是覺得 有個年輕偶像出來 都不錯 當年近藤真宴 都是渣男 我當然是不承認 但是近藤真宴 都是渣男 都不渣男 你知道 他是偶像 我們會做一集他的作誌 是嗎 好了 我們又看看下一條 下一條 也是問我的 有觀眾問我 常公子你這麽肥 那你怎麽做sit up 那我真的做到 我現在每晚都做到 差不多去到二百下 最好有些攝錄可以演一下 不如找一次我在這裏做 或者在我家裏拍攝我做sit up的過程 給大家看一下 我又不在地上做 我有一部那些 就是有一部那些 睡下去的那些機 可以這樣說 都是在馬克龍那裏買 馬克龍回來 一直做 都ok 至於減不到肚腩 我都不知怎麽解 我現在都做得很密 我認識一個人比你 你都認識的 我問他 他說減肥做運動 他說他是不可以 減肥減到很瘦 因為如果不是 那些皮 他希望做到好像 馬石東 馬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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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他現在都很像馬東石 目前出鏡都 有減到嗎 我都是很正常的 你是減少了一些的 但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有很多 內部的小組 所以減少了出鏡 即是你說新聞聯播 對 所以有很多內部的事情要做 也有其他節目 例如公子播客 月旦宣文 我也有做 現在又和超雲做頭條新聞 一個禮拜和你做一集這個新聞 你說要提高水準 希望 好了 我們今天的大師答問時間 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答告 拜拜 我們下次見